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循环和国际行警中的陈小猫 这两个角色本身反差很大 李循环的忧郁隐忍 沧桑不羁 颓废不堪和陈小猫的玩世不恭 他都能够切换自如 切手拈来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不得不说他的演技确实令人佩服 他更是被赞为最贴近原主的李炭花 然而在事业最高峰时 他却因私自在外拍剧 而被无限封杀 无限就是这么牛排 不论多么当红多么有钱志的艺人 只要不听话 一律封杀 于是在96年演完武当章三封后 他无奈离开了吴县 后辗转内地 台湾各地拍剧 这起点 一部新农门客栈 中的大反派常言笑一脚 让人印象颇为深刻 但除此之外 却在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 在2003年 他与吴县兵士前嫌 再度归来 但可惜的是 属于他的时代终究已经不在 彼时的吴县小生辈出 心无古来势汹汹 竞争和其激烈 他也只能演些不痛不痒的配角 陪着新人磨练演技 久而久之 被观众遗忘 不得不感叹娱乐圈的残酷 大浪逃杀 正是所谓花无白日红 人无千日好 人生际遇起伏 就是如此